我们现在也让德广师在作品文章 他的过程还很有戏剧性 德文法师在工作上还是认老一员 但是修行上谈不上有很大的修行 甚至生了病还贪生怕死 这个想多活几年的念头 非常强烈 就进驻念时的前一天 那几个侍者在陪着他 去了他坐在堂上沉默 不念佛 不念佛停了几分钟还问句 不能冒一句说呢 张彬什么时候来啊 张彬是那个花沙士 他心里已经不在念佛 念那个花沙士 他什么时候过来 给我挂挂沙 我再想多活几年 还是这个念头 那是他往生前两天都是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你跟他去讲 念佛求往生 他听不进去 甚至一个人帮他祝念的沙米 还在旁边提醒 哎呀师父啊 要不要断食啊 他都眼睛一狠 断什么食 还没到食 所以他带着这个心到那个 这个到祝念团 祝念 离开方丈量不到两天吧 一天多 深夜的时候接到电话 断气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可能很难忘成 因为他这个时候太贪神了 这个心一旦上来 他信念就没有了 信念没有怎么感同佛地呢 那就随之能念的轮转 但我们也是很想帮助他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中阴生 帮他的一个方案 好 他这个一段期 我们赶紧过去 给他做中阴生开始 那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 那个脸 脸上的脸色是不好看的 虽然说不上恐怖 但也很呆滞 一看就是 我很想活几年 又活不了 没办法 拉倒吧 就是这么一个表情 那我们跟他讲 现在你已经进入中阴生阶段了 中阴生也不是真实的 是虚幻的 记住自己出家的目的 要离开三级的国家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救度 不设门槛 只要愿去 做到这方面开始 我们给他举扬佛号 让他随着佛号 坚定地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样我也在那周年 周年了一个小时 周年小时我就回来了 结果两个小时 他们就发了一张照片出来 哇 整个的脸上的表情 不能呈现出灿烂的笑容 就是两个小时之后出现的面容上的改变 如果在世间人可能很难解释 怎么你临终死在那面前 怎么又变了这个一个表情呢 变得很欢喜 这就说明他中阴圣界的感应上了 只要中阴圣界的 因为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 他能够 他能够灌射十法界 中阴圣界段他也能过得去 只要他一念回光 再念佛求生 因为德文师虽然生前念佛不精进 但是起码的信愿他是具足的 中阴圣界段他的感官知觉能力 提高了七辈子时候 他会一往前生 这样他就会赶得莲花 他的神师能够到莲花去 随否往生 所以他那种欢喜 是在中阴圣界段 见到莲花 见到佛之后的欢喜 那这种欢喜呢 又作用他那个肉体上 因为就像量子物理学一样的 这两个量子 你只要对一个量子施加作用 另外一个他自然会做变化 所以中阴圣界段的变化 影响到了他的肉体的变化 尤其是那个晋升的时候 那换衣服的这个居士告诉我们 全身柔软 非常柔软 按他的功夫可能是棒棒硬的 而且火化的时候竟然有207颗 我们不敢说尖利子还是舍利子 反正烧出了207颗 虽然大部分是黑一点的 但是也有少部分是白的 而又有棕色的 按他自己的水平 是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 这不是佛力吗 自知之中不是佛力 昨天在大伙一跟说 我们在宣传传言长老 是在大的宣传 但我们一种感觉 觉得传言长老 那我们高山养子啊 好像我们虽然学习 还有点够不上的感觉 那德文法是不一样 德文是大家天天见面 也看得文化程度不高 教理也不怎么低 修行也不正 你竟然也能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他就提振大家信心 我德文是能做得到 大概我也有希望了 我也够得上了 还有这么一种提振信心的作用 是吧 你说传言长老有点太高了 这个能够 这德文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法 他从不愿往生 使这个端胜霸死到最后面带笑容的离开这个世界 原来净土之光 那个谢文君是写那个歌词 说这个念佛人是带着微笑往生的 有时候我们听一听 如果你没有个视力呢 还觉得你在这里自己说自己话 但是德文是还真的是带着微笑 灿烂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不是黎明之后是中音声阶段出现的情况 所以我们真正感觉到这个净土法门真是不虚 他难信 但是能够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决定往生的 百分之百的信心 啊 那么 那么